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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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進入到第五項 這個預算滿檔推動的基礎建設 先報告這個 太平溪留意的治理綜回計劃 這個就是太平溪左右兩岸的 堤防跟陸體共構的這個案子 右岸的堤防 這個何川局在執行 他們也都在做了 左岸的陸體共構 很多人最近很多問我 縣長這個之前就聽你說過了 到底什麼時候會動工 各位 我們現在在做用地取得 如果能夠協議架構的就協議架構 有一些人就是不願意跟你協議架構 你就只得走去徵收的程序 那個就是又是麻煩 在台灣做事情是這樣 不是說我今天錢有啊 設計好啊就開始做 到底呢 只要牽上民間的這個用地 你就得走這個程序 所以我們預計 最慢今年應該11月可以完成這個事情 11月來動工 這一條路 待會還可以再跟各位說明 那現在正在做的太平溪 上面還有一個鐵路橋 各位可能知道 那個是我們這個環式 21公里自行車道 這個其中的一部分 這個鐵路橋 以前是鐵路在走 後來鐵路不走了以後 就是變成我們腳踏車啊 人啊在走啊 大家很多人運動的地方 那現在我們為什麼要改建呢 因為鐵房拓寬了 那個橋變成不夠長了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橋墩留著 再把它加高 這個都是為了通宏 這個設計 所以現在正在進行這個工作 各位如果走馬蘭橋很清楚的 就可以看到這個案子 這個那個是現預算自己來做的 那剛剛講那個路提供構 我就是從馬蘭橋一直要走到檳榔的這個 現在也有一個號碼了 它將來叫東四十九之一 東四十九之一 五點八公里 這個要花我們五點多億 不只是鐵房 鐵房上還有道路 直通的 那麼這個應該這個年底以前動工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快看得到台中市區的交通 又多了一條替代道路網 縱古的替代道路 這個是非常會非常非常有效的 非常好的 那麼在做這個的同時 各位那個有沒有 馬蘭橋馬上那個高壓鐵塔有沒有 五六座高壓鐵塔 當時被台電坐在那裡 大家都頭都傻眼了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要借這個機會 要移除或者地下化 因為將來高壓鐵塔旁邊 就是我們很重要的道路 所以要借這個機會全部要移除 這個要花兩億兩千萬 台電出一半 我們出一半 我們的一半我們想說 我們也來從花動基金來爭取 那這個都會配合我們那個提頂道路施工的時候 同步來進行 我要講我們富剛港的這個擴港的發展的這個計畫 先跟各位報告 3月24號行政院的公文已經正式核定我們這個案子 第一期我們有7.2億 然後第二期我們6.5億 現在計畫在修正當中 10月我們就要送上去的 應該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原本報第一期的時候 就是跟他講說這個是兩期的計畫 那第一期主要要做的就是這個 這邊要把它填海 吞起來然後再多加一個堤防 所以讓整個港的空間可以擴大 裡面可以更多的功能 漁船跟交通船可以區隔 這個都是富剛港長期以來的問題 那這個7.1的這個第一期的計畫 我們準備在8月底 現在在做這個細部設計跟環差 這個部分基本工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開始來動工來進行 配合富剛這整個地區 我們還有一條很重要的案子 就是我們從公路總局的生活圈計畫 要來做一條新的道路 各位這個台東市在這邊 往北邊走往富剛 從這裡我們要開發一條路出來 以前我們如果要去走到港區去 我們要嘛進富剛街區 或者我們在這裡過了橋以後 我們彎進來就接著它的沿著海邊的那條路 那我們現在會在這裡就抓一條路出來 這一個就會銜接到原來的舊路 第一期我們先把這個路做出來 第二期第三期我們還會把在這邊拓寬 或者是這個強化一些道路 那將來這個富剛地區 就不是一定非得走這邊不可 我們可以從這邊就分散這個一部分的車流 而且這個沿海的這個我們叫做景觀大道 一定是漂亮的 這個公路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這個一億九千萬的經費 包括用地取得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 也是在辦理用地的取得的作業當中 只要用地一解決就可以馬上開始動工了 富剛港還有包括成功漁港 我們這個還有做一些其他的零星的這個 改善的這個工程 在新港我們希望將來這個 它的魚的那個漁獲的那個拍賣市場 其實是很有名的 可是那個魚都站在頭上 我們要推動一個這個漁獲不落地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 這些都在推動當中 蘭嶼的環島公路 整個這個東八市 蘭嶼環島公路的改善透光工程 如果土地可以到八米路 如果不行至少六米 把這個整個做起來 現在這個經費總算到位了 三點四六一 那麼兩年的兩年的今年跟明年 那蘭嶼相關所在爭取希望他們自己做 照理講本來相到縣政府來做是合理的 如果蘭嶼相關所要做也可以 就是我們來好好的在這個監督他來做 那看看怎麼樣 我們昨天相反還來我辦公室 我們在協調這個事情 但是很高興這個做好以後 整個蘭嶼環島公路網 應該就可以大大的提升 溫泉橋這個興建工程 已經接近完工了 那麼這個八月底 我們預計我們新橋就要通車了 這個溫泉橋是比原來舊的溫泉橋 還要再往下游一點更拉長 然後這個橋墩只有兩座 基本上就是為了 又是為了通洪的問題 所以這個一來 我們就不會讓舊的溫泉橋 變成是一個瓶頸 變成一個訴說斷 造成很多的問題 我們最近在做的 這個污水下水道系統 台東已經落後全國很久 我講過了 過去這一兩年我們開始推動 從資本開始 現在進入到台東市 所以交通會有一點不方便 你會突然發現說台東 怎麼加那國立歐啊那邊這樣 就是在做污水下水道系統 這個是非常非常龐大 需要很多很多的經費 但是不做不行的事情 這是又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進步程式應該有的 的一個指標性的東西 過去台東落後 放在地底下的沒有人要關心 注意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來做幾十億的工作 我們持續在推動這個事情 包括會設置在這個 太平溪出海口旁邊的這個 水資源回收中心 污水全部集中在那裡 以後在那邊處理過 有的才進入到海裡面 這個水資源中心 我們也現在在進行這個 發包的工作 光這一棟要2.8億 這個都是很多錢的工作 好 第一棒球場 夜間照明設備 以前在這裡跟大家報告過 這個體育署真的是很難搞 不過總算我們是確定了 也發包出去了 今年要開始來動工了 所以將來台東的棒球場 總算可以擺脫 那個標準的那個第一棒球場 沒有夜間照明這個問題 我跟各位報告一個好消息 我這個人個性比較急一點 我一確定這個發包之後 我就已經去找中華職棒了 我就已經找 過去中華職棒會跟我講 你沒有夜間的 我們都要打白天熱的鑰匙 沒有人要這個 我說好啊 我們今年就會完工 你明年的球季 是不是就可以開始考慮 排幾場到我們台東來打 這個中華職棒已經知道了 後續我們還會再去跟他討論 看怎麼樣的配套等等的 那我們希望職棒可以重新回來到台東 圖書館跟綜合體育館的這個新建工程 這個也非常重要 也談過跟各位談過很久 其實都設計好了 室內室外的游泳池一個綜合的體育館 這個對我們台東的運動休閒都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唯一的問題就是他總共要花將近五億 那我為了爭取中央那兩億 中央最高補助兩億 為了爭取中央那兩億 來來回回公文設計 我們已經到一度都覺得被刁難的這種狀況了 但是就是忍耐了 繼續去磨繼續去推 最近應該是差不多有結果了 兩億到走 我們自己還得負擔將近三億 這個錢要從哪裡來 各位議員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把 救福利中心那塊地 要求各位讓我們來做處分 不管是設定地上權或者是賣 為的就是要籌措這個經費 籌措這個經費 其實謝謝大家的支持是通過了 但是是不是賣得掉不知道 有沒有人要來使用50年給我們設定地上權 給我們權利金 我們也沒把握 但是我們努力了 我們努力來做 為什麼 因為這個綜合體育館的這個案子 是必須要做的 假如我們沒有辦法 在我們活化土 閒置土地這上面有成果的話 那我們就是只有去借錢了 這個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然後不斷的累積我們的債務 這個不是我要的 待會我會就這個部分再來做報告 圖書館的外牆剝落 你看很嚴重 因為圖書館也救了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正在修這個外牆 所以我們去爭取到1200萬 花動經濟就900萬了 前一陣子為了這個也修館了幾天 也謝謝大家的配合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這個圖書館是使用量非常高的 休息個幾天都有很多人很不習慣 每天沒有去圖書館不行 所以我們希望趕快把它完成 讓這個圖書館變成是新穎的 其實圖書館的內部 最近這幾年我們爭取各種不一樣的資源 把它現在整修的已經非常好 這外牆再做起來我們是會非常進步的 綠島鄉衛生所也馬上要完工了 這個五月就要完工了 應該馬上可以幫助我們離島的這個醫療的品質的提升 這個案子各位留標幾次你知道嗎 留標幾次你知道嗎 是16還是17啊 17次 國父革命也不過9次失敗第10次成功 我們這個綠島衛生所要17次留標到18次才會成功 很辛苦的啊 不是想做就可以馬上做 接著下來我們長兵衛生所我們要馬上 各位知道長兵衛生所現在在哪裡 在山上啊 在中永那個山上 地方老人家在反應 我要上個衛生所 那個爬坡什麼根本非常困難 一勞永逸的問題就是把它移到平地來 我們已經找好了一個地方 這個也規劃了 準備送化動基金7600萬 那保商派出所簽建 保商派出所從現在這個位置老舊 然後裡面空間不足 我們已經把它改到這個金城路 跟四圍路交叉口這個地方 也接近完工了 那實際上這是另外一個案例 舊的辦公室在商業區小小的 如果我們能夠把它變產自產 那個就能夠來支應一個新的大樓的產生 我們的肉品市場開始要轉型了 將來是台東肉品及農產公司 那這個農產公司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怎麼樣 我們要做冷凍庫倉儲 6000萬的經費 兩年的計畫開始要來推動 將來像各位看到這個倉儲 這個可以給農民來使用 以前我們農民很辛苦的是怎麼樣 不管哪一種農作物 只要量產的時候 那整個樓拼出來的時候 大家壓力就來了 賣不出去的就爛掉 或者那些盤商或者誰的 知道你有這種壓力價格就壓低 我們將來有這個倉儲 我就給你負責 你不買不買不要我留著 以後看誰要來買 就有這個好處 我們這個8月份 今年8月份要發包 將來我們的農產的這個 對農民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福利